以前 你看看五千塊 一年要六萬 差不多 對 五千塊對於他單身漢來講的話 五千塊就伙食費就差不多了 要吃省一點 對 如果省一點的話 五千塊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要吃大餐我就沒辦法了 沒錯 還有什麼特殊的抗漲方法 還有像基本上 因為我有兩台車嘛 那我基本上 你有兩台車 為什麼要開到兩台車 對啊 這不是不環保嗎 基本上一台是家裡的 一台是我自己個人的 像我自己個人 家裡 你家只有你一個人啊 對 因為有時候他們過年的時候會回來 那我另外一台車比較大 所以我過年回來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坐 然後我基本上 平常我不開 我都開小車 我的車才一千cc OK 所以基本上 現在我們才會有感覺到說 加油原來是如此的便宜 對 不會有感覺到說 像我開另外一台車出去的話 加油是非常的貴 對 沒有錯 對 你的心 一直會看到油票說 你會很緊張 對 那如果說像我們開小車的話 就不會有這種壓力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錢要花在刀口上 刀口上 對 不要說 因為我自己會把吃的部分看得很大 所以會把其他錢 難怪我剛才說五千塊 他就很不以為然 沒錯 對他來講一個月吃五千塊太少了 對 然後我會把其他部分 不必要的部分省下來 然後我通通花在吃的上面 所以你是一個比較重吃的人 我是非常重吃的人 那請問你一個月要吃多少呢 你說多少錢是不是 對啊 每天吃五千塊喔 外食族 我是外食族 外食族怎樣 有人外食族一天一個兩百塊搞定 沒有沒有 你吃吃喝喝差不多吧 真的嗎 差不多 你是去酒店吧你 沒有沒有沒有 酒店可能不只喔 酒店一次可能就要兩三塊 可能一次的話五萬就沒有了 所以你在吃的方便 對你反而省不下錢來 對 那你都是要吃很好吃的美食大餐嗎 那我會去看 因為我朋友也是美食主義者比較多嘛 然後我們都會 大家就相約一起去吃 相約一起吃好吃的東西 有時候朋友從國外來 那你也要帶他們去吃 藉口藉口 反正你自己喜歡吃 自己喜歡吃 對 所以雅界是要招待朋友 其實是滿足自己的口腹治癒 也很好啦 對朋友也高興嘛 對啊 那你能夠省的地方是 很省的地方就是在 穿衣服你能不能省 我衣服上面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還滿能省的 可是我看起來不太像耶 你看看你的眼鏡 你的髮型 然後你的上衣 你的牛仔褲 看起來我都跟人家所費不支喔 我覺得還好 沒有很多 金工相像的項鍊 沒有 金工相像的項鍊 像衣服方面的話 我不會說是每個禮拜去買 那我會 誰每個禮拜去買啊 真的有每個禮拜去買 那你要比他們 我們就沒辦法啦 像我通常會在打折的時候 我也是選說有銷的時候 我才會去買衣服 OK 但是呢 在所有的省錢方法當中 有一次讓Johnson 見識到了一個 別人的方法 他覺得 這種抗掌跟省錢的方法 會傷和氣 很不佳 你要不要說一下 對 有一次呢 我跟朋友去KTV 那我朋友都會約一些女生出來嘛 那是一定的 然後約出來以後 然後就是有個女的突然離開了 OK 先走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一下就走了呢 然後我有朋友出去講電話 他突然看到那個女的 跟那個待遇者 在點一大堆東西 已經準備好要走了 他再又點了一大堆吃的 然後要打包 打包要拿走 打包所有的東西 要離開這個KTV 好誇張哦 對 要不是我朋友出去看到的話 我們還不知道說 這個女的怎麼那麼早就離開了 我們覺得聽到說 哇 不可置信 怎麼那麼誇張 對 對 我想說 哇 這位女生 看透漠的方式 錢是你們付嗎 錢是我們付啊 因為他先走了嘛 因為他站在我們的門口 去終結所有打包的東西 對 就這樣帶走 然後後來你們有沒有去看 他後來他多點了什麼東西 有 多點了多少 我沒有看細節 只是多點了快兩千 哇 這麼狠 你知道嗎 兩千至少有十道菜耶 對 我覺得是最少 我覺得他可以吃一個禮拜吧 真的 真的 所以他只要去一趟KTV 他就可以拿一個禮拜的伙食 回家 然後我們所有人 在裡面都傻眼了 說怎麼可能會這樣 對 可是你們下一次就一定不可能 約這個女生出來 絕對不可能 而且對這個女生印象一定很長 我們 我們會把它記起來是誰了 對 但是這個至少還是朋友的朋友 像我朋友他們有遇到一群 就是也是在KTV唱歌 然後就突然敲門進來 然後就好像跟大家很熟 我好像就坐下來唱歌喝酒 吃東西什麼都點 後來他們就說他們要走了 就走囉 他們倆走出去之後 我們就問說 他們兩人是誰 沒有人認識他們啊 那他們在資本的時候 你們沒有人質疑嗎 因為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好像還蠻多這樣的人 就是朋友的朋友 大家一起在KTV裡面 其實他根本不認識大家 然後他在裡面就吃吃喝喝 然後唱一唱 也沒有付錢 也沒付錢 然後他就走人了 對 所以各位要了解了 為什麼你們走出KTV附葬都突然 都不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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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在朋友啊 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一分 偶爾就說最好不要去KTV了 你就不要去 太誇張了 然後你知道嗎 還有很多人 常常會自以為自己很理性 然後很賢慧 我都覺得這些人都是假慧 你知道嗎 你比方說 剛剛講電費快要漲了 所以很多人一定會說 姐妹們 我們就不要在家吹冷氣了 我們去大賣場逛逛吧 還有一花燈都逛吧 然後就順便 買很多東西回家了 對 我說這些東西其實不需要用到的 而且可能都比電費還要貴很多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賣場 有些人就說 我當然要抗賬 然後我生活當中 我這個也結賢 我那個結賢 我太賢慧了 比如說這個 買這個什麼 衛生紙 我會像那個Johnson一樣 我去看看是幾抽 我這邊省10塊 那邊省5塊 可是我去逛一趟貴風 我就買三個包 對 對 他還去買衣服 代表還去買什麼衣服 所以你省少錢 打折都不能買 你花大錢 那你就是白搭 兩個大生氣 不要生氣了 好 不要生氣了 情路 真的是白搭 越是抗賬 這種陷阱其實越來越多 真的 跟你講 兩人同行 第二個人打6折 或半價 對 然後虎虎服務費令計 其實你沒有撈到什麼好評 對啊 不過最近不是這個 你看看媒體一直在大量的報導 說什麼第二杯咖啡 什麼10塊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那很多人就覺得好棒 然後那個咖啡店 他們在三天之內 可以賣出大概10萬杯 所以他的業績是可以大幅的增加 一樣就覺得買到賺到 對 像我們去泰國 就喝一個那個椰子 就覺得10塊錢很便宜 對不對 而且導遊告訴我們說 喝一個賺90塊 因為台北賣100塊 拉到10塊 拉到不行 拉到不行 晚上就拉肚子 全團都拉肚子 所以你以為你賺到了 就拉死了 所以關於咖啡這件事情 也有很多人 其實他平常可能不喝咖啡 可是就是因為他跟朋友說 對 第二杯10塊 那就買 就要買 就是硬要人家喝一杯 你知道嗎 所以本來不喝的 你就花了兩杯的錢 就是這樣 GG還有沒有什麼省錢的便宜 因為藝人就是常常要買衣服 因為不能每次一直穿 所以你們要省可怕也很難 但是 會省成這樣 越破越貴 是喔 我有買衣服很棒的便宜 就是我都會跟商家做朋友 就是我會集中所力 對 那有些店呢 它是可以統籌你的年度的消費 譬如說他們有會員卡 它就會累計你這一年花了多少錢 然後在你生日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 對 給你一個提貨金什麼之類的 真的 我曾經有一年生日我好開心 因為我去選了兩萬多塊的衣服 那是因為你貢獻了多少一次 對啊 那什麼好開心 我選了兩萬多塊衣服 你什麼好開心的 然後